我第一次睡在房间 就这样垮下来 大声 民众心有余悸 台风天在家睡觉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跑到屋外查看 赫兰发现有巨大落石 从山上滚落砸中民宅后方 其中一颗大石头 还把墙壁砸出一个洞 那时候晚上就停电 就垮下来 那时候兄弟都睡这里 也是从对面上看来 是有大石头 而另一处民宅也是同样状况 大石滚落下来 吓得屋主这几天不敢睡在家里 借助亲友家 所以没有睡在这边 没有了 会害怕石头掉 会很怕 民众担心未来可能会有大规模落石 通知乡公所前来处理 立委孔文吉仍爱乡长孔文博现场会刊 希望解决落石危机 我们送那个 放那个防护网 好不好 晚上先不要住了 如果下雨还是先不要住 乡长孔文博表示 初期先用防护网阻挡落石 继续掉落民宅 等查明原因后 会再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保护民众生命采采安全 记者No 南投人爱采访报导